字幕提供 我想問你自己本身有多少次的戀愛經驗 真的拍過拖 三三不九九九七十一 你說試試試試 約個女生出來吃飯 我發覺不是很合的那些 就會比較多 但是說真的拍拖 都是幾次的 認真的 五次左右 真的拍拖 因為你認真拍拖 我不可以說經常轉來轉去 這是一個 commitment 有些人可能認真拍拖 認真拍很長時間 不過一次過有幾個很長的時間 或者我認真了三天之後 很認真地拍三個拖 可能有些人會這樣考慮 你幾次戀愛經驗 五次有沒有說最長是多少 或者原來我不是維持都很長的 最長 on and off 我想都有一年的 我不是 一年已經是最長 不是 因為很難的 因為我比較遲開始拍拖 你是不是很乖那些 因為我覺得他很乖的 他真的很聽家人說 可能如果家人說讀書就不要拍拖 那他就真的會讀書不拍拖 是不是 我真的 我就猜他是這樣的人 我初中的時候是 就是自己是 自己是 控制自己不拍拖 你是幾歲去外國讀書的 十五歲 那你在中學的時候是讀男校還是女校呢 我是coate的 怎會讀女校呢 他讀女校的意思是 你通常會探訪女校 你是不是讀過那一科 類ology 有些女校會有幾個男生在裡面的 我那時候讀女校是 有三個男生 那些女生就會很開心 我不是很明白 那你為什麼是女校 到六年的時候 通常都會審一些外面的學生進來 他怕你們不平衡 不是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有些可能是成績好的 然後因為到會考完之後 就會審幾個進來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經常有些疑問就是 到底他們來到的時候 去哪裡去廁所 因為我們女校是多女次 那不是很益他 那些更衣室那些 你是不是統一的 那不會同用的 都有些地方 都可以給他換衣服的 要過頭 要叫他躲起來 好 我們回來 去黃子軒那裡 你那時候是讀男女校 coate 都可以 我控制著自己 我不要拍拖 因為現在的話 你說80、90後 你說真的 上學 可能中學 很多已經是 開始在拍拖 那樣 你那時候是 堅持著自己 這樣 是啊 我想我去到高中 才是開始 第一次有 男女朋友 接觸 但是是因為 就是在家裡說 不要讀書 又拍拖 還是因為你自己 有些信念 沒有的 我自己 家裡沒有叫你 不是 家裡有跟我說過 嗯 因為 不知道 可能是 就是 我媽媽自己 她自己 她都是高中 才拍拖 不是啊 她過來人 她說她很小時候開始拍拖 那她說 其實很影響你學業的 那你不要學我這樣 但是她讀書都厲害 我心想 那有什麼問題呢 是啊 那有什麼問題呢 但是我也聽她說 就變成一個習慣 但是去到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去美國讀書 其實都很多不同的人 在那裡的 嗯 全世界不同的學生 都會來讀書 那就有很大的衝擊 就開始 想見識多一點 那就 拍拖是其他一個 見識多一點 就是拍拖 哈哈哈 但是你那時候沒有想到 媽媽叫我不要 在讀書 要拍拖 但是為什麼那時候 又可以放開了呢 嘗試一下而已 又不是說見家長 是不是 當然去到外國 山高 黃帝院 就博媽媽不會知道 所以就立即去拍拖 不是 但是高中也是一次而已 但是去到大學 就試多一點 嗯 試多一點新東西 大學的時候 又會見到多一點新同學 哈哈 但是聽到你剛才說 就是說 看到世界大一點 會試一下多一點東西 是 有朋友都問 類似關於這樣的問題 是 因為想問你到底 你又會去外國接受教育 你會不會接受一個外國的女朋友 還是 我一定要本地的 我試過 試過 不是中國人的女朋友 嗯 就是什麼國籍的呢 會是 嗯 白人 嗯 又試過 其他也有的 嗯 就是 我不是太介意膚色這件事 真的超越了格式 對 沒有所謂的 我又沒有試過很黑的 就是 就是 這方面我沒有試過 這個不是你的考慮因素 就是沒有所謂的 我沒有特意去避 就是沒有這個緣 這個緣分 哦 因為有些人 就算去到外國的話 都是一定會群回唐人玩的 我 我也有唐人朋友 但是 其他朋友都有 嗯 我那時候best friend 就是男生best friend 都有 猶太人也有 加納人有一個 印度人有一個 就是 我個人是這樣的 嗯 就是可以 真的超越格式 也都超越那個國界 是 那我又想問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認識了一個 就是 外地的 外地的 女朋友 那 而你媽媽 會不會是覺得 哎 外地我不喜歡的 然後你又聽媽媽的話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些什麼的考慮呢 這樣 不是很難的 因為我自己是 不是很相信 很相信 長遠遠遠的 遙距 遙距 的 關係很難維持 因為你真的兩個人去 每天的日常生活去磨合 你都知道 我知道 是 這是必經的階段 你不可以只說我準備好 我整理好情緒 我今天最開心的時候 我才開Skype跟你聊天 這樣是不真實的 所以很難的 很難會有一個真的在其他地方 跟我分隔兩避的旅程 長久一點就不行了 但是你有沒有真的問過媽媽 你這麼孝順 這麼聽話 會不會問媽媽 如果我將來娶一個外國女孩 或者總之不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的 有沒有問題 她好像說OK的 OK的 那些話她懂得說就可以了 有個家人納人 如果是說英文、廣東話都OK的 普通話可能會問些 兩文三語 現在Auntie快點開始 媽媽可能現在正在看 現在可以大家準備一下 那我立即問這條問題 Rain Cassie她就問 那你有沒有試過帶女朋友回去見家人 其實是沒有試過 因為這是大關卡 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是故意還是純粹是沒有遇對時間 沒有遇對時間 因為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 真的沒有女朋友 去外國讀書的時候 好像女朋友真的不在香港 那她回到香港做事之後 就不是說認識到一個我覺得要帶回家的女孩 就是有些不能帶回家 就是有女孩 但是有些不能帶回家 就是有些認識了之後 在家見過一兩次面 OK 不是很合遇 大家不在家 那就拜拜 這樣 可能她拜拜我 我想問一下 但是我問過我媽媽 什麼 我問過我媽媽 其實你想不想我拍拖 她想的 當然想 不是有些說不想的 我想如果是中學之前 你問的話 她就說不想 不想 但是如果稍微大一點 我想任何父母 都想自己的兒女 尤其是兒子 就是快點 帶個女朋友回來見一下 那些 那你有沒有問過她 有沒有什麼不行 還是她得到什麼條件 有家教 她喜歡 就是禮貌 如果說很粗的 就不會 很粗 手臂很粗 還是腳腕很粗 還是頸很粗 眼眉很粗 就是脾氣很粗 就是整個這樣 就是她喜歡一個 就是 polite 的 女生 但是其實很多女生 都是這樣的 香港一個這樣的 城市裡面 很多人都是 很多接觸的 所以沒什麼問題 Sindy就問了 信不信一見鍾情的呢 不信 不信 因為你閃電結婚也不信 因為你想想 一見鍾情 你是純粹是靠她的外表 而斷定你有沒有跟她有情感 這個我覺得是情慾 這個不是愛情 因為這個純粹是肉體上的刺激 所以我不相信一見鍾情 所以想著見一眼 然後可以有機會的話 那你就先回家 拜拜 這個問題很想問一下 是 這個 二選一 我們很多網上的朋友 很喜歡問這些二選一問題 是 二選一 兩個 裡面選一個 做女朋友的 會選誰呢 首先第一批 趙石芝 和周秀娜 叮當碼頭 這兩個 趙石芝 趙石芝 為什麼呢 因為她最近上了封面 不是 因為好像 我印象中 看報道看她少一點 可以 喂 這樣代表一個人的紅的程度 不是 我可以認識一下她 如果你一定要二選一 我當然選一個沒那麼熟 即是你覺得 例如周秀娜 你已經看到太多她的新聞了 知道她的人是怎樣 這個很牽強 這個問題和答案都牽強 我們可以繼續 那你就選趙石芝 另外還有得選 二選一 嘉燕姐和Dudu姐 當然是嘉燕姐 為什麼呢 因為嘉燕姐有愛心 不是說Dudu姐沒有 但是嘉燕姐 你很明顯是看到她 又愛小朋友 她自己有演藝學校 她又經常做一些 跟社會有關係的行動 我覺得 這麼有愛心 除了可以照顧我之外 又可以照顧我們下一代 但是我想 都是她照顧我多 大家都不是一模一樣的年齡 我也知道她喜歡這一款 就是媽媽關懷那些 因為如果Dudu姐的話 隨時會 罵你呀 跟你拍拖 罵你罵你罵你 這樣 你跟她拍拖 你這麼熟 有相處過的 因為Dudu姐的人要求很高 她也是 會嚴格一點 但其實她那個罵你 她不是 惡意罵你 可能是告訴你 這件事要這樣的 這件事要搞不 一個人的屁性是這樣 你也是喜歡那些 順從一點的女朋友 干液 的 sobre 平衡 可能也不ules 像 大概